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资讯中心主任黄慧敏 今天很荣幸可以在2021大台中智慧建设论坛上 跟大家分享台中市的智慧城市数位治理 一场新冠肺炎的疫情 我想对大家的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观察到各界对于资讯科技导入的加速 也促成了很多传统服务往数位化转型 对市政府来说也是一样 就像去年2月口罩实名制刚实施的时候 那民众可能不知道到哪边可以买 也不知道买不买得到 所以那时候我们也借接了中央健保署的资料 还有民间整理的药局贩售相关的资讯 推出了台中市的口罩地图 那希望让民众可以在买口罩之前可以先查询 去减少往来奔波还有排队的时间 那另外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比较没有办法实体的碰面 所以透过网站或者是脸书 或者是像LINE这样的管道做讯息的传递 也越来越广泛 那因此我们在市府的官网上面也建置了台中市的防疫专区 里面就收集了像确诊的案例 疫调的足迹 各机关的防疫措施 疫苗的预约 还有最近像台中市还有像中央推出的纾困措施等等 那希望让民众在一个单一的专区就可以查到跟疫情有关的资讯 那另外在地方政府接手疫调以来 之前我们在疫调足迹的发布大部分是一张一张的图卡 可是几天下来就会发现这样的图卡资讯查询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们就跟冯甲的GIS中心合作 用视觉化跟地图化的方式 让民众可以在地图上面用行政区用日期或者是点位的查询 来知道我的周遭有没有确诊的足迹 大家就可以一起共同的关注 一起来做防疫的工作 那另外这一阵子我们大概用很多的就是跟视讯有关的一个场景 那不论是市府内部外部大大小小的会议 那在学校方面也是 从停课之后为了要让这个学习不中断 我们的教育局在去年4月就发布了这个线上教学的演练计划 在今年的5月初也实施了全市各级学校的线上教学的演练 让大家在停课期间仍然不停学 那除了小朋友以外 我们的长者也是 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实体的碰面 所以我们的关怀据点啊 还有乐林教室也推出了线上的课程 让我们的长者在疫情期间依然能够空中相会 大家一起相约做运动 那除了这些在疫情期间的科技应用以外 要谈台中的智慧城市 我想还是要从资料开始谈起 在几年前我们有邀请孔祥仲院士来市府做一个演讲 在他演讲的开宗名义上面就有先提到 资料其实是很多科技应用的基础 不管是AI或者是物联网等等 那也只有把资料跟创新应用做更好的结合 才能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那对资料的这个收集跟整理上面呢 我们这几年也花了很多的努力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资料仓储的一个架构 中间是我们的资料整合服务平台 我们从底层的不管是物联网或是设施设备的资料 还有各机关的业务资讯等等 我们做统一的一个收纳跟收集 同时做资料的整理跟清理 同时因为资料应用的需要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开放资料的平台 让大家可以很方便的做资料的取用 在开放资料方面 那我们这几年透过跨机关的一些讨论跟协调 也逐步有一个资料成长的一个趋势 那除了一般的开放资料以外 其实我们台中市在很早就开始做地理投资的建制 还有维护更新 在到了100年县市合并的时候 那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收费标准 当时大家要我们的地理投资必须要经过申请 然后甚至有的要付费购买 那所以从101年开始呢 我们就配合了开放资料的政策 去逐步的推动我们GIS图资的免费下载 那中间跟各机关的讨论跟协调到106年 我们就正式废止了我们的收费标准 把地理投资就整并到我们刚刚的资料整合平台 以及开放平台上 让各机关来做相关的取用 所以这几年我们在 投资的开放的量上面也有逐年的做提升 那在我们地理投资的维护更新上面 我们这几年一直都是采取核心投资统一维护 这样子的方式 包括像门牌 道路 建物 都市计划 还有地级图等等 那透过跨局处的一些整合跟讨论 我们去订定资料更新的作业标准 那同时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让我们的核心图资 不管在更新的进度上面 或者是在品质上面 都有一定的程度 也让我们的资料 希望能够让各界可以更方便的使用 那这样子的措施呢 在这几年也都获得相关的肯定 所以我们从99年开始 大概连续10年就获得 内政部TGOS的奖项的评比 那还有像我们也参加了府内的 联能透明奖 也获得委员的肯定 在开放资料方面呢 我们除了刚刚讲的量的逐年提升以外 其实在资料品质方面 我们这几年也投入蛮多的 所以从在108年跟109年 我们也分别获得了国发会 针对开放资料的一个 金纸奖的评比 好那前面是我们资料 算是一个基础工的建立 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 几个应用的案例 那首先是像我们这次的 主办单位的建设局 其实在科技应用方面 也非常的投入 非常的积极 就像管线的图资一样 那过往管线的图资 大多是平面的 那在道路开挖的时候 大部分是用传统的摄影镜头 去做督管的工作 可是摄影的画面很多 人员在控管上面 或者是资料的查找上面 也不是那么的方便 所以建设局就透过3D管线的建立 让我们地面下的管线 相对的位置 深度等等 都可以更清楚的呈现 那也可以透过图资的套叠 不管在施工的管理上面 或者是城市的安全的维护上面 都可以更有效率 那另外就像我们交通局 除了原本在交通控制 或者是像i-bike 或者是公车 捷运等等的运输工具的连接等等 也都过往也都投入了很多 那这几年大概 在处理的议题 大概就是属于自驾车的部分 那另外像我们的都发局 都发局在像社会住宅的新建上面 也导入了BIM的技术 从这个建物的规划设计 然后一直到物业管理上面 也都用一个更系统性的方式 去做一个维运跟管理 那另外这几年的空气品质 对台中市来说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所以我们的环保局 也建置了这个云端影像的监控平台 来监控工厂的污染排放 那透过影像监控的方式 那如果说有异常的状况 会透过及时通讯通知相关的人员 那相关人员就可以做现场的机查 那机查之后会回报结果 那这个结果的回报 还可以回馈给系统 做这个学习的校正 那这样子的应用呢 也在2021年的时候 获得了智慧程式的创新应用奖 除了刚刚的科技应用以外 那这几年我们也一直希望 能够打造台中市成为公司协力 与创新培育的一个环境 那我们在107年的时候 就推出了长域验证与服务合作计划 那希望透过科技的应用 来提升城市治理的效能 同时也能够协助产业 做新创技术的验证 那我们就透过市府出题 或民间提案的方式 促进双方的一些合作 那过往的验证案例就包括 像智慧除能 物联网的能源永续 或者是运用手机跟云端平台的结合 还有文字跟语音之间的转换 来取代传统的对讲机 那另外也有利用像 摄影机来做道路拥塞的预测 来协助我们交通警察人力的安排 或者是交通违运计划的订定等等 那这个验证计划 我们目前还在持续的进行中 如果大家有想要提案的话 也都欢迎跟我们联络 那另外我们的津巴局 针对产业的部分 也有一个数位转型的辅导 那透过课程的安排 还有专家的顾问 那希望能够协助我们的产业转型 在地人才的培育 还有新创孵化 都有个正向的循环 那我们教育局呢 也跟亚马逊 还有冯甲大学合作 去做一个云端人才的培育 那去年是在台中高工 推动的成效良好 那今年就扩大了 扩大到我们台中市 大概50多所的高中职的学校 那希望能够将 学校的学习跟食物 能够做更好的结合 除了个别面向的应用以外 那我们这几年也投入很多 在服务整合方面 希望让大家可以有更方便的 一个使用情境 那这边想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们的台中一纸通 台中一纸通是我们的数位市民的平台 那希望把这样的平台 打造成大家专属的一个数位的小帮手 那里面主要的功能呢 就包括单一迁入的部分 那民众就不用很麻烦的去记忆 各种不同系统的账号跟密码 透过这样子的会员机制的连结 那大家可以很方便的使用这些服务 那另外在讯息方面 我们也透过订阅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去取用有兴趣的资讯 包括像案件的申办进度啦 或者是文化的活动啦 就业的资讯 旅游的资讯等等 那同时也结合LINE的推播 然后让这个讯息可以更及时更专属 那另外再来是我们也跟蛮多店家 去洽谈特约合作 所以现在大家只要出示我们的台中一直通的虚拟的市民卡 在41个品牌 那大概在台中市有超过200个店点都可以享有优惠 那部分的店家甚至是全台连锁的分店也都可以使用 那我们的虚拟市民卡呢 也希望让它变成是大家 不管是在图书馆的借阅啦 或者是防疫的实联制上面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结合活动的报名 现场的签到退等等 让大家可以更方便 那支付方面 我们现在已经有提供了停车费的线上缴费 那接下来我们会扩充的是像学杂费啦 地方税啊 还有像水电瓦斯等等的生活费用 那希望让大家在生活上面 支付上面也都可以更加的方便 好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几个未来规划推动的一个重点 那首先还是在我们的数位市民服务整合方面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台中一纸通 已经嫁接的服务以外 那未来像活动报名啦 快速通关 或者是其他公共服务的连结等等 都是我们持续推动的工作 那在行动支付方面 除了公共费用以外 另外像我们的金发局 也在推动行动支付的倍增计划 所以在商圈店家这边 也在做逐步的推广 那另外今年度 也会示范在公车上面的 行动支付的应用 那另外自驾车的部分 也会持续的去做一些扩展 那除了局部区域以外 再来跟公共运输的结合 也会是逐步进行的一个方向 那还有一部分就是 其实在今天的分享里面 没有提到 但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自动安全跟个资保护的部分 那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从端点的防护 或者是系统的安全的围管等等 其实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那未来也是会是我们一个推动的重点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 那未来我们会在数位转型 服务升级方面持续的努力 那希望能共创智慧台中 新好生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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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